好的 我们开始今天 前两堂课我们都是讲数学 现在开始要把它应用在物理上面了 那基本上面我们从 在很多学校里面的话 它会从这个普通物理的教法的话 是从供应能开始教起 所以前面的部分学生自己看的情况 那我们在前面的部分 我们会尽量的用 希望你们从高中过渡到大学 从以前没有微积分到有微积分的情况里面 然后再来帮你们过渡到 从供应能的这个情况的部分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上所有的东西的情况之下的话 同学一定要加紧脚步 不要说这个东西我已经高中学过了 我就不管它了 那你就可能在那个步伐上面没跟上来 后面的话就会很难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我们首先要讲的这个东西的话 一个物体的运动的话 我们要研究一个物体的运动 你要描述这个物体的运动的话 基本上一个是动力学 一个是动力学 一个是动力学 一个是运动学 那这两个东西最大的不同是在哪个地方呢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已经知道物体的加速度 或者是速度或者是位移 我知道其中的一个物理量 我要知道其他的物理量 随着时间或者空间的改变 它的改变情况 那这个就是运动学 但是我不会去管这个物理量 比如说我这个物体的加速度是多少 这个物理量到底它产生的原因 是什么样子 那你要去探究它的原因 比如说它的加速度A是从哪里来的 那这个就是动力学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面 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会先看一下 先不管动力学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去把物体的运动的情况 研究了以后 再来的时候再回过来看一下 就是说 然后到底这些物体 引起物体运动的 这个因素是哪里 那引体物体运动的因素的话 你们大概都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说跟牛顿力学是完全相关的 所以这里面动力学里面 其实就是在研究牛顿力学的东西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你要知道你要学习的东西 那第二个你要学习的东西的部分 不管你要研究这个运动学 我说一辆车子在运动 那车子本身是一个大的物体 那地球在运动地球本身是一个大的物体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物体那么大的一个物体 拿来探讨我们的运动学呢 在物理上面我们常常 物理本来有一个概念就是简单就是美 所有的复杂的问题在物理学家里面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化简成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不喜欢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很多第二个很复杂的东西 先把它排除在外 先把那个最大项的东西抓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原则 那换句话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你的指点多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很小的particle 到底这个particle是多小 原则上我们不管它的大小 我们只希望说它是集中在一个点上面 而这个点呢是一个钢体 OK 换句话说 你在探讨的这个指点 它不会因为你今天要探讨 这个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外力啊 这个东西去加速度啊 在运动啊 它产生了形变 OK 它是一个完全rigid的钢体 这是我们希望的 那实际上是什么 你一直 你把人一推的时候 一推的时候 这推已经就是什么 物体本身就形变了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 我们不管这个形变 所产生的什么 产生的效应 那因为那个是第二次 second order的 高次向的东西 我们先要探讨的就是前面的 像的东西 所以到底particle多大 我说它可以大到像地球那么大 也可以小像增加那么小 所以我们全部都把它当成是particle 这是第一个你要抓住的 好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好的情况 所以尺度 尺度跟particle的大小 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没有双冲突的 好 那因为我们都已经把它当成是钢体的情况之下 好 那你现在你要研究一个物体 它的运动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物体的位置 那所谓的位置 好 我说 你要知道位置的话 你就要有一个什么 参考座标系 对不对 那这个参考座标系 这个参考座标系就会有一个原点 那我们说 对一度空间来讲 one dimension 一维的空间来讲的话 那很简单 你的参考座标系统 就是只有一维的one dimension 那我说这个值点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在t1时间的时候 它是在s1位置 它到t2时间的时候 它到x2位置 OK 那你如何去描述 它从t1时间到t2时间 它的位置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位移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位移 就是我们所谓的位移 那位移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delta x 那我们就定义是 在t2时间的时候的位置 跟t1时间的位置 它们的差 那我们就是x2减sy OK 这就是位移的部分 好 那你既然有位移的部分的话 我从t1到t2 移过去 这个位移移过去 它到底移过去的变化量是多大 那就要他你要去探讨变化量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一个什么 你一定是在什么的变数底下 什么的变化量 对不对 那我们说 从t1时间到t2时间 它的位移的变化量 那这个是我们第二个 我说从t1时间 它在x1位置 到t2时间 它在x2位置 那两个的差异值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的平均速度 这是我们的定义 OK 那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基本上面 它的时间 假设越来越短的时候 换句话说 t2跟t1 t2减t1 我如果把它当成是 ΔT的时候 我的平均速度 OK 就是我们所谓的ΔT ΔX 当你的ΔT 趋近于0的时候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我说ΔT 我说ΔT 净于0 LimitedΔT 净于0 ΔX 这个是什么 瞬时速度 在数学上 它怎么表示 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上一堂课讲的 这个是不是就是微分的定义 DX DT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当时间t趋近于0的时候 那我们在数学上面左边跟右边相同 再来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顺时速度 OK 就是我们的顺时速度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 我的顺时速度 就是等于DX DT 我直接就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 那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 当然 基本上面 我说它的大小呢 你就是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把向量的符号加进去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在一度空间里面只有一个X的方向 如果为了要表示它的方向的时候 我就其实我可以把方向表示出来 那这个就是什么 I的方向 对不对 那这边呢 就是这个方向出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平均 速度的平均值 我把它写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 我把方向表示出来 方计划说 这个就是平均 顺时的速度的定义了 就把向量的符号加进来了 这是 只有一个方向的时候 你很清楚的 那一旦加进来向量的符号的时候 你要去算它的大小 就是它的 这个向量的大小 那方向 那方向 因为你只有一个方向 不是正I就是负I的方向 所以在这里你还没有什么地方 有感觉说 它有什么困难 那在实验上你怎么做它 去测量顺时速度 在实验上面就是 最简单的方法 你们第一 那个滑车的实验的话 第一个就是 你把它的顺时速度 的 结起 是从哪里来呢 我先把S1跟S2固定住 然后我去算 我这台滑车 经过这个点 所需要的平均速度 它的平时 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下 去算它的平均速度 那你就会发现说 哦 delta T时间的范围里头 那我去计算 它的平均速度出来了 可以得到它的值 那这个平均速度呢 delta S delta T OK 那一个点 然后我再把 X2缩小 X呢 2呢 往这边移 那同样的 这台滑车 通过T S1到S2的 你所得到的实距 delta T是多少 你一样的 可以测量到 另外一个 delta S delta T OK 那 你把它慢慢的 X越来越往 那我们说 你只要测个 四个点到五个点 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delta T 7近于零的时候 这个delta X delta T 的值 这个是 limit delta T 7近于零的时候 这个绝技 就是你的顺时速度 OK 所以你就可以测量到说 X1这一点 其实它的顺时速度 就是当你把你的滑车的 这个 X1跟X2的距离慢慢缩小的时候 所外插出来的这个绝据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实验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也可以做两道的 那你就可以完全没问题的 这两道 好 那 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这个速度的情况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看到 你现在已经知道速度了 那 那 一样的道理 我说 我说 一样的道理 在T1时间的时候 我可以得到 这一点的 顺时速度了 用这样子的方法 在T1时间的时候 它的顺时速度 我已经知道 到T2的时候 时间 的顺时速度 你也一样可以 如法炮制 只不过你现在取的什么 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慢慢把位置缩小 好 那你就可以得到 T2时间的顺时速度 一样的 接着我要问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中间的变化 我假设它的变化 好 那我说 我说我假设它的变化 是这样子 然后从T1一直到变化 到T2的时候 那 我必须有一个物理量 去来表示 从T1到T2 这段时间里面 速度的变化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 在T1时间的速度 V1 OK 我们用向量来表示 然后呢 在T1时间 在T2时间的速度 V2 那这两个的差 它们的变化量 这个呢 就是我们 DETA T的DETA V OK 我们把它定义 这个东西 就叫做加速度 那现在呢 它是完全是一个平均值 那这是平均的加速度 那你在物理上面 跟在这个数学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你所谓的平均加速度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等一 这个是DETA V 这个是DETA T 换句话就是它的什么 VT图的slope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是 一个平均值 假设 我今天的T2 一样的把它B进到T1 换句话说 DETA T 趋近于0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Limit DETA T 趋近于0 DETA T 分之DETA V 在数学上面 微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就是你的微分的概念 那 左边这个呢 因为你已经把 DETA T 趋近于0了 这个T2啊 已经到 跟T1 没什么差别了 就是那一瞬间的 这一瞬间的平均速度 那那一瞬间 平均加速度 那一瞬间的平均加速度的话呢 就代表的顺时加速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 平常我们就用A来表示它 那我们的A就是 DETA T OK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两个 物理量 一个是速度 一个是加速度 它们的一个 由来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不管是平均加速度过 顺时加速度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 我们刚刚在讲的 就是说 加速度本身 它已经是 这个 VT图的斜力 那反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如果 我已经知道 A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如何去求 V跟T的部分 那我们就举一个 你们很熟悉的例子 也是 平常你们常常 做的 就是一个 等加速度 OK 那等加速度的问题 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 我们考虑 一度空间的 那你考虑 一度空间的 一个运动的时候的话呢 那我们已经知道 它等加速度 那A是Constant 那我们就说 A本身就是 I的方向好了 那 在图上面的话 T AX 基本上 AX的部分 我把它用A0来表示好了 它是一个定值 不随时间改变的值 好 就 我们刚刚的 一个定义的情况之下的部分 我说 当A已经固定的时候 那 你的顺时速度 跟平均速度 顺时加速度 跟平均加速度 就是同样的一个值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做非常简单的 A呢 就是T减 T2减 T1 然后呢 V2减 V1 OK 因为你的顺时速度 就等于平均速度 那我们说V2的值 就等于V1 加上A乘上T2减T1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直接把 我们把V跟T的图 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 当T2跟T1的时间差异 T2跟T1的时间差 那你现在乘上A 再乘上A 再乘上V1的值 换句话说 我们在V2时间的时候 在T2时间的时候 它的V2值呢 就是等于 T2减T1 再乘上A的值 那就是linear在上升当中的部分 OK 这就是我们的VT2的部分 那从T2减T1 我们把它延伸过来 就是T1 就是T2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才对 那同样的这个概念 因为你现在你发现 你的速度的部分 是随着时间 它是有一个线性关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面 我们的 刚刚我们已经讲说 我们的平均速度 的部分 是位移 两个位移除上 这个时间差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 我们接着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说假设 假设 我去看一下 我的平均的速度 在这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那这段时间的平均速度 你还明白了 看到了 它其实就是二分之一的 V2加上V1 应该没问题吧 对不对 从图上马上看得出来了 那你又从定义上面 我又知道 我的平均速度是等于 T2-T1分之 S2-S1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可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X2就等于 S1 再加上 我的平均速度 T2-T1 然后你把这个值带进来 二分之一的 V2-V1 乘上T2-T1 那V2呢 又在这里 你把它带入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S1 这是假的 OK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二分之一 V2的部分把它放进来 那是两倍的 V1 再加上 A的T2-T1 乘上T2-T1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部分 X2的部分呢 就等于 X1 再加上 V1 T2-T1 再加二分之一 A T2-T1 的平方 这是你们常常看到的 这个 所谓的 等加速度的一个 位移 随着时间的变化的一个关系 那 这是我们从定义里面 所看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 对这个例子而言 是很简单的 就是A式定值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说 以同样的例子 我们用微分的观念 跟积分的观念 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出来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其实基本上面 你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图 然后T2-T1 那这个呢 就是等于X1 然后到X2的 在T2时间的时候呢 它是V1-T1-T 在 就等于 你是一个抛物线的部分 到X2 OK 那 这是我们从这个关系 所看到的 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从定义里面 所得到的一个关系 那 关于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 我说 A是定值啊 不随时间变化 以微积分的观点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 我们说 A是怎么来的 A是时间对速度的微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它等于 定值 我说 A0好了 免得你们把A 这边是 A0的部分 我这边把它加一个向量 好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 我直接 这样子写 那我说 因为你现在是一度空间啊 所以V 我认它是Vi A 换句话说 DV DT 我就可以写成DV DT 大小 因为方向不会改变 那它就等于A0 那 把存量的部分招出来 向量的部分留下来 所以 DVDT 就是等于A0 这是依照定义来的 那现在呢 我要求的是什么 这是左边是已知的啊 右边是什么 右边是我速度 我想要知道的啊 速度是对什么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是我想知道的 因为你现在对时间在做微分 好 依照微积分的概念 我们要对 把它求出来的话 你把等于它T移过来 DVT 是不是就等于A0的DT 对不对 两边取积分 时间从T1到T2 这也是时间从T1到T2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左边的部分 A0是什么 常数对不对 常数你把它 提到外面来 你T 从T1到T2 微分跟到G分 就是 就是原来它本身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等于T 然后上下线是T1到T2 换句话说 这就是A0T2-T1 那右边 一样的 你现在对它微分 再对G分 就是 DETA T再把它加起来的话 那就是等于VT T1 T2 就是右边的部分 没有这是左边 Ride Ride Hand side 所以你左边跟右边一层 V的T2 -V的T1 就等于A0的T2-T1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LHS就是 Left hand side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DETA VT DETA取很小很小 对不对 好 那你想 DETA取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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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每一个DETA取很小很小 把它Sum起来 是不是就是等于把它从这边一直算过来 那是不是就是它本身 在数学上就是这样 D就是DETA 你就是DETA 这个意思就是DETA吗 对不对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Summation 那你把DETA V 一点一点一点的加起来 那从T2到T2 那是不是这个物理量 那是不是这个物理量 VT2的值-VT1的值 这边 那为什么右边那边的话 对 很好 抓到一个毛病了 这边不应该写向量的 好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边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好 那 再来 你现在你已经知道 你的VT2-VT1 是等于A0T2-T1 我说 我已经知道 VT 就等于VT1 最开始的时间 那随着时间 你再改变你的 这个速度 它的改变是这样子的 一个变化的方式 那我说这个速度 在定义上面 我们说 最严谨的写画 因为你的速度是向量啊 所以我最后应该是 把它写成是 把向量的符号 抓上来 那final的话 的表示就是 i 然后 vt0 加上a0 t-t0 这是我final的表示 那我说我已经知道速度了 我要怎么样去修 在任何时刻 的 位移呢 这是我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在这里 我希望求的是这个 那很简单 在数学上面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我说 所谓的平均速度 是位移的关系 跟顺时速度 跟位移的关系 那是它的微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平均 一样的 我把我的位移 因为它是一度空间 所以我把它当成是 它是x方向 好了 那换句话说 dxdt 就是dxdt 把方向摆出来 那你现在看到了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vt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vt的部分 所以我把 对时间 那vt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一项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 你把它看到了 就是说 dxdt 其实就是 我们的vt 我已经知道了 再加上t减t0 从刚刚的计算 对一个速度a 是等于定值的运动而已 它的任何时候的速度的大小 都是这样子 那没问题吧 好 那你现在 你看到了 这是时间的函数啊 所以我们说 这次也是时间函数 我们说 我们把 它移向过来 加上a0 t减 t0 dt 跟这边的做法 是一样的 两边取积分 那积分的部分 是从t1到t2 这边也是从t1到t2 所以你会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就是 左边的部分 直接就是xt 积分上下先是t1到t2 那就是xt2 减xt1 对不对 因为唯分在积分 因为唯分在积分 右边的部分呢 现在要有两项哦 这一项的积分 跟这一项的积分 所以我们把右边的部分 我们直接把它写成 V0 再加上t1到t2 分之a0的t减 t0 的dt 抱歉哦 这个0写错位置 这是t0 所以你现在看 这是一个常数啊 这所代表的是什么 t0时间的速度 它已经是给你的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常数 那常数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提出积分号外面来了 换句话说 我就可以把B0 T提到积分号外面来 t1到t2的dtt a0也是常数 把它提到积分号外面来 然后t1到t2的t减 t0 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们的t1 我已经把它定成t0了 然后t2呢 我已经直接用t来表示了 现在这边就是t0跟t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部分 这是 一样的 维分在积分 那就顺藤是t 积分的上下线就是t 再加上a0 这是顶t 这个部分 很简单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做 这一个的积分 因为你们是初学 一种方法是 你就直接把它拆成两项 t0到t t抵T 减掉 t0到t t0抵T 这最简单的 那这一项是什么 常数减 t0 什么东西的维分 是等于t 是等于t 2分之1t平方 OK 然后t0到t 那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积分上下线 Vt0 t减T0 加1 2分之1 a0 t减T0的 OK 再减掉 这边的话是t0 然后t减-t0 然后t减T0 那我们看一下 t0这一项就可以 A 这边应该有一个A 那我们可以看到 t0这一项 就可以跟前面的这一项 把它合并 那 基本上面 一合并以后 t减T0 加上1 2分之1 A0 OK 这个合并 然后再把 这个合并完了以后 就变成t减T0的平方 OK 这个结果就是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例子 完全是一个 A是一个定值的情况 OK